現在香港的學生要愛國 要愛黨 要尊敬國安法 所以也有很多學校寻出不窮 逼學生回到大陸 所以我建議大家不要申請回鄉卡 那你申請回鄉卡就說我沒有回鄉卡 我沒有申請回鄉卡 你迫我回到學校就申請回鄉卡給你 我就不給錢了 可以嗎?大家一起這樣做 就算他迫你這樣做 你也要增加成本 這就是大家可以做的事情 第二件事當然就是這樣說 大家回去做場戲 大家要交數 學校要交數 教育局要交數 上面的教育 或者一些招待單位要交數 一年有一千家學校來 有一百萬個學生來 上過我們的台 聽過我們的講座 洗過他們的地牢 那他們都是交數的 無論是學校 無論是伯學團體 無論是教育局 無論是一個在中國裏面一些招待的單位 或者甚至是一些機構各方面 那大家明白這件事的話 那你難道這麼認真就覺得他講話是對嗎 你說話是對就不要看他的節目了 你天天洗自己的腦子 所以我另一件事就是 看這個節目的朋友都是聰明的 那不是蠢的 蠢就不會看這個節目 也不會看這個節目的 讓你回家蠢吧 但是你認真知道 那些講話就是 你從香港洗香港人的腦子 那你反而擔心一些年間比較小 會不會突然間在家裡唱一首歌 就是為什麼家裡沒有人唱過歌 那些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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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家裡那些小孩子 那些說話 麻煩你快點去英國 美國 去台灣讀書 不要搞到他變小粉紅 變老殘的話 你有錢也忍不住 更慘過老人痴呆 我坦白說真的 然後就是 現在中國 你說上山下鄉 其實第一 中國有農業嗎 現在中國是 全球糧食輸入的最大 最主要國家 唯一最大 最排第一的國家 所以你說 叫這些年輕人上山下鄉 其實大家根本都不會理會 第二樣的 加快什麼田 污染田 那些田都起了樓 之前都已經 房地產發達了 你除非炒了一層樓 拆了一塊地 清了一塊地 耕田 但是也不可能 因為有錢 所以你說 現在國內 你現在很多 想著回文革時期的做法 上山下鄉 或者甚至是 你沒有東西做 你回耕耕耕耕 各方面 問題你不是說 回耕耕耕耕耕耕 你是戶籍制度 你回耕耕 你沒有戶籍 你去那裡 沒有人理會 病了 沒有人醫治你的 你怎麼上山下鄉 當時 這些政治運動 用政治運動 解決一些 經濟問題 社會問題 其實不可能 原因就是 當時的政治運動 是一個政治秩序 失衡 政治秩序 已經破壞了情況之下 這樣 這樣就沒有問題 但是現在你又社會控制 你又政治控制 但是你要人上山下鄉 你要人回鄉 你整個過程 會怎樣做 你相關一些 部門單位 沒有一些指示 沒有一些措施去做 我覺得聽完就覺得 你是不是在這裡 在這裡欺負人 或者當一些 中國年輕人是白癡 中國年輕人都不是白癡的 雖然有小部分小粉紅 就是一些 更慘的老生涯 那些人 那些我不管 但是 如果你說回想 生下鄉 坦白說 我看完就覺得 笑話一中 但是 有多少人真的會做 或者真的會做到 等於以前 鴻江新春那些 鴻江新春沒有人看 都變成鬼城 其實現在你看到 習近平 你就算說 習近平的老幾政治也好 你經濟問題搞不好 其實 動亂也無可避免 你不動亂也好 大家躺平 大家同歸於盡 攬罪提死 其實等於 你是心臟病 三十分鐘內死 還是你生癌 五年之內 慢慢吐死 結果癌症不斷擴散 癌細胞不斷擴散 不同的器官 結果是衰竭而死 慢慢失去功能 而慢慢死 似乎後者多些 所以大家如果想著 天滅中國的話 就給點時間 但是癌細胞很會做 到處走 散了 它救不了 這只是一個比喻 但是 如果你看看中國的政治情況 其實都無貴可思 因為坦白說 你說以前 你說回顧以前 比如說說 胡溫時代溫家寶 或者說說 吹出一些內需 即是鼓勵內部消費措施 但問題就是 我沒有供款 人工低 但又怎麼內部消費 是一樣的 甚至現在很多的一些 在中國一些社會現象 比如說 去年已經說 唐平族 有些甚至是不分 不知分 不做事 寧願在家裡 家人養 都自己不去找工作 因為他覺得 我一個高學力的人 我還找工作 我就這麼低 花工 又做得不開心 又做得沒有人 到來是浪費自己的時間 又浪費車錢 我倒不如在家裡 打機 和人出水 睡睡覺 享受人身不好 好 所以實際上 我想現在中國 在經濟上 除了一些奪躁私之外 都沒有什麼可思 還有坦白說 你就算中國 你珍持黃金 或者甚至大量採購糧食 不是億國民 不是億 十四億中國人 是全部丟在糧倉裡面 以備不時之 所以我覺得 等於很多有錢人 保持很多錢 但是不捐給人 拿著錢一起死 一樣的狀態 所以 我又覺得 究竟2023年之後的中國人 十四億人 究竟是不是坐在一起等死 還是有一些事情做 這也是其中一個可以留意的地方 但是 如果是上山下鄉 都是那一句 你上山下鄉 你落到下面 又跟人爭 又跟五六七四城市的人爭飯吃 那你是不是又製造這個社會矛盾 或者製造社會衝突的一個做法呢 就是說不知道他們有沒有想清楚 究竟其實是不是他們已經蠢到 或者腦殘到 連中國社會百孔千瘡的狀況都不滋意 其實應該是 不是上山下鄉 應該是回到城市 去送一下外賣 或者送一下這個速遞 或者做一下這個小食店的一些服務員 可能現在你用一些僅如在城市裏面 那些人仍然有工作 仍然有收入的消費能力 是養著一班提供服務 或者提供一些第三產業服務的人 可能比上山下鄉更加實際 我懷疑其實真的連蛇頭臨的情況比較多 因為我不相信中國沒有經濟專家 除非網上肺炎死光而已 如果死光就沒得說 這樣的情況 但是他們在想上山下鄉 知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還有一件事 其實很多人都發揮了 就是你想想那幫人 想上山下鄉那幫人 其實他們哪個年份出生 知不知道什麼叫上山下鄉 有沒有試過什麼叫上山下鄉 據說上山下鄉 好像去長洲 去大嶼山 去行山 去吃海鮮一樣 那麼開心 對不對 所以如果他連上山下鄉都不知道 他連上山下鄉都不知道 他連上山下鄉是不是很笨 好樂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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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那 來 來